2楼有一个动作是要用脚挑起一个梯子 然后那个梯子是挂在一个镂空的一个地面的边上 右腿是有伤的 所以他等于要用右腿支撑身体 他可能在那一下子上有一个落点的时候没踩稳 当时就差一点从2楼就掉下来 在我们所有人反应之前 他已经让自己其实是化解 他虽然是挂在那 他趴在那 但是他已经是抓住了最牢固的东西 当我们铺上去早晚了 大哥的整个身体多年的拍摄动作片的这种经验 然后他所经历的这种最危险的史哥上的身体 早已培养出了让我们难以理解的 这种自我保护的这种瞬间的反应 我都忘了 在现场拍戏受伤啊 什么有时候威亚要摔下来 几乎每天都发生 不会在乎的 就习惯了 习惯性的受伤 大大小小的伤 对我们来讲是家常便饭 不管是我也好 武行也好 就不会当时一回事 只是一笑而过 今天太平度过了 对这样 然后更危险的还有一次是骑着马 从马上直接就摔起来 因为那个马当时在那个地面呢 是比较滑的 那一块是一个特别平滑的一个大地石 然后我们在画面里看到 大哥整个身体是实时地摔在了一个石板上 结果就是在我们还没来得及 惊呼的时候 大哥就已经从地上弹起来了 而且是躲开了马蹄 这种危险在我们看来就已经是都忘记呼吸了 但是大哥站起来拍拍身子就跟没事一样 说你干嘛一个个的脸色都这样 大哥刚刚那马拆着鞋 他提不到 我早就躲开了 他的那种份从容 然后他又告诉你们说 你们不要乱担心 所以他在现场安慰我们 就是我们还没来得及安慰他 所以他一直在安慰我们 这次的特别就是马跟我一起打 打坏人 演对手戏 始终是动物 它不像人 它要走的时候 它要走 不走的时候 我们四个人都推不动它 要对着它讲话 要对着它哭 连手去打人 人还没打到 我现在自己受伤了 给它踩了三脚 踢了无数脚 它咬我一口 我肯定很大了 你咬我 踩我 我都 我都 疼你 来 来 Rion 伍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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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